好球兩敗球 去年中央指辦睽違14年 再次來到台東安排賽事 但受到疫情的影響 原本安排的兩場比賽 只完成了一場 今年暑假台東縣府再次爭取到 中信兄弟主場進行三場例行賽 讓少有機會到現場看比賽的小球員 以迫不及待要進場 為自己喜歡的球員加油打氣 陳梓豪跟張梓豪 因為張梓豪就 他是太遠國中 就是台東了嘛 就是很喜歡他 就是從小去看他的時候 就覺得很強 他又很熟 就是很想學習他們的球技跟那個 希望可以像他們一樣 現場的氛圍感 那種感覺都是不一樣的 在現場看的時候 就是會很震撼 但是在電視看就沒有什麼感覺 激勵自己說 就是自己也要跟他們一樣 然後會努力說 我想達到中華職棒這樣 中信兄弟三場主場的比賽共贈送 四千五百張內野票 回饋給台東鄉親 其中五百三十四張 將分配回饋給基層半球隊師生 七月三千九百六十六張 在七月十五號開放身分證字號V開頭 及涉及台東的民眾上網免費登據索取 縣府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們同樣的球團這邊也是有一些回饋 包含回饋這個三天四千五百張商品的部分 我們也會針對台東鄉親也都有一個折扣的優惠 去年我們是回饋十四年以後 我們棒球場第一次可以在夜間舉行比賽 今年我們從兩場增加到三場 同樣我們還是有回饋給我們的觀眾 三場比賽分別在七月二十五號到二十七號 台東縣府表示 今年也完成棒球場外野觀眾席的整件 提升整體看球環境 未來也會每年持續爭取 直辦到台東來比賽 原始新聞物主委台東市採訪報導